吃起小技巧,有人不嫌少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蕃蟹 在游戏里随着版本更新 武器装备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多了 玩家们更难找到自己想要的武器 于是就有玩家希望可以删除些冷门装备 其实在更新之中 有些武器就被偷偷删除了 不过很多老玩家都还记得 下面要说的就是被官方删除的三件装备 龙心全然不知,老玩家却都用过 接下来就来看看吧 嘿小伙伴,关注我 在30秒内你会收到战神匿名度 不信的话你就试试 1.装甲车 在游戏里的信号枪可以在读圈外召唤出两栖装甲车 想必很多玩家都驾驶过 但是它的前身很多新玩家却不知情 在之前它的模型与普通吉普车类似 只是窗口可以防弹 这个载具在实战中效果很差 以至于非常冷门 于是官方就把它删除 推出了全新的两栖装甲车 2.UMP9 UMP9曾经是非常热门的武器 可是后来却遭到了删除 官方把UMP9替换成了UMP45 这两把武器虽然看起来非常相似 实际上却是两把完全不同的武器 UMP45的声音和手感都不同于UMP9 最近都有很多老玩家不理解为何要删除UMP9 3.失误背景 它其实是游戏里非常失败的道具 看似是最强的背景 有着超高的放大倍率 并且在空头里才会刷新 可是它的实战作用却很低 完全不如其他背景 以至于在手游里直接被官方移除了 视频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用过上面这些武器装备吗